二人 這是久違的 蓬蓬溫泉 因為整個地貌都改變了 這個地方最多 現在大家去前面看一下 嘴子好燙喔 好燙喔 它喝水還是很急 所以要過來 也沒那麼容易 好燙喔 我覺得超燙的 它很長很長的溫泉盒喔 這個 那幾百個人來泡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現在河道改變了 所以離溫泉這邊 離那個河還有一段距離 那沒有冷水可以 可以混的話 結果水溫就會太燙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在 就是比較靠近 冷水的這邊 可以看到我們在冷水的那邊泡 那這邊就源頭了 現在看到這邊就源頭 那我們最近比較忙 我們在整理 我們的起碼 起碼二館民宿 因為二館要趕在跨年之前完工 所以跑出來泡野溪溫泉的機會 比較少 要等到跨年後 我們可能就是 兩館都完成之後 只要平日沒有人住宿 我們就可以又到處亂跑了 感謝您的觀賞 請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對我們的 民宿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上網 上網就可以搜尋的到了 我們有總共現在有三棟 一棟叫做騎馬在隔壁 這個是容納遊覽車的 可以容納到35個人 那另外還有一棟叫做騎馬在對面 這棟是屬於比較高級 就是度假風 有電梯 所以可以適合帶老人家 一起來度假 有一個很大的烤肉區 還可以划船 可以放空的一個地方 就是來這邊都可以待上一整天 足夠讓你待上一整天 那另外一館 叫做騎馬三星二館 現在正在籌備當中 跨年之後 跨年一定會完工 那跨年之後 就是也可以搜尋到二館 我們的民宿不會讓你失望 歡迎你們來宜蘭度假